为何到最后 终究是我想起来你 而你却忘记了这一切 罢了 反正你也欠我这么多了 那就一直欠下去吧 严谭 你为了救我做了什么 没什么 不过是几片花瓣而已 你既然醒了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盛德呢 方才你打斗可有受伤 楚墨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神器 我用他已经除掉盛德了 他已经死了 原来你这么厉害 王儿支持我小瞧你了 叶楠 方才在船上的那些话 方才我想问的问题 我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 叶楠 你给了我你的心头心 你疯了吗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 那怎么办 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 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 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 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 你怎么只有半颗心 另一半去哪儿了 这东西惊人从天上跟到了凡间 真是姻缘忌讳 命运难逼啊 林青 我特意给你做了宵夜 趁热吃了吧 不用了 玉墨 我方才救唐舟的时候 有点太累了 我想早点睡了 你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 你已经面无血色了 你到底是怎么救人的 如果你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 你跟我说 我帮你想办法好吗 真的没事 我只是耗了几片我的花瓣而已 我睡觉就没事了 等唐舟好了以后 我得好好使唐他 让他还我点灵力才是 好了 我要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你也早点休息吧 为何到最后 为何到最后 终究是我想起来你 而你却忘记了这一切 罢了 罢了 反正你也欠我这么多了 那就一直欠下去吧 颜太 你为了救我 做了什么 没什么 不过是 几片花瓣而已 你既然醒了 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我 盛德呢 方才你打斗 可有受伤 楚墨 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神器 我用他已经除掉盛德了 他已经死了 原来你这么厉害 往日支持我小瞧你了 颜太 对 方才在船上的那些话 方才我想问的问题 我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 颜太 你给了我你的心头心 你疯了吗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 那怎么办 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 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 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 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 你怎么只有半颗心 另一半去哪儿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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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东西惊人从天上跟到了凡间 真是姻缘忌讳 命运难逼啊 林青 我特意给你做了宵夜 趁热吃了吧 不用了 玉墨 我方才救唐舟的时候有点太累了 我想早点睡了 你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 你已经面无血色了 你到底是怎么救人的 如果你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 你跟我说 我帮你想办法好吗 真的没事 我只是耗了几片我的花瓣而已 我睡觉就没事了 等唐舟好了以后 我得好好使唤她 让她还我点灵力才是 好了 我要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我睡了 妈 乖 我睡觉 我睡觉 你也要来 你努力 他 我眼睛 你 我 我 我 你 那 你 咱 你 你 咱 你 为何到最后 终究是我想起来你 而你却忘记了这一切 罢了 反正你也欠我这么多了 那就一直欠下去吧 严谭 你为了救我做了什么 没什么 不过是几片花瓣而已 你既然醒了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盛德呢 方才你打斗可有受伤 楚墨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神器 我用他已经除掉盛德了 他已经死了 原来你这么厉害 往日真是我小瞧你了 叶楠 方才在船上的那些话 方才我想问的问题 我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 叶楠 你给了我你的心头心 你疯了吗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 那怎么办 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 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 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 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 你怎么只有半个心 另一半去哪儿了 这东西惊人从天上跟到了凡间 真是姻缘忌讳 命运难逼啊 灵青 我特意给你做了宵夜 趁热吃了吧 不用了 于墨 我方才救唐舟的时候 有点太累了 我想早点睡了 你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 你已经面无血色了 你到底是怎么救人的 如果你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 你跟我说 我帮你想办法好吗 真的没事 我只是耗了几片我的花瓣而已 我睡觉就没事了 等唐舟好了以后 我得好好使唐他 让他还我点灵力才是 好了我要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有点糟醉 你也想得在那儿